中国社科院预测 中国大陆在今年的经济成长率 渴望有5.3% 不过微粮食盈就不这么认为 认为说今年恐怕只有4.5% 是表现比去年还要更差 对 因为中国目前经济 就是陷入一些结构性问题的泥沼 很难走出来 包括就是说房地产的问题 过去过度的销售 现在连房企都爆雷了 这个国家从中央到地方债台高足 债务的问题也压得喘不过气 有这些债务的问题 当然就是政策其实也很难思维 最后就是现在其实民间的消费 普遍都面临到类似通缩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中国GDP的预测 过去两位数 这个只能留在回忆里面 以今年来看的话 官方的目标是喊出大概5% 事实上如果我们看看 内外资机构的一个看法来说的话 包括比较偏官方的像这个中金 那预估就是5% 符合官方预期 但其实中国也有其他一些券商 也做了一些预期 包括像新叶 华欣跟蒲银 他们的预估都略低于5% 大概介于4.7到4.8 那其实外资券商的看法也接近 甚至还有一些更低的 不过大致上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就是说今年的中国经济 第一个一定是比去年 还要来得更放缓 然后要保住5% 这个挑战的难度是高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 刚才讲到的这个关于债务的问题 那事实上地方债务的数据 到底有多少 那这个从公告出来的数据来讲 或者说一般由官方所公告 我们把它称为叫显性债务 就这个画面当中 这个黄色的柱状体 大概在2022年底的时候 是来到35.1兆元人民币 但是事实上根据IMF 国际货币基金的估计 他认为还有更多的隐形债务 这个数据是非常非常庞大 有多大呢 我们看就上面这个长度就知道 估计大概是超过70兆人民币 所以隐性的债务 上面蓝色这个区块 就是隐性的债务 对 隐性的是显性的 大概多了一倍之多 所以这个问题 当然我觉得这个绝对不是说 你花个一两年两三年 就能够解决 所以说如果中国持续 这样子经济的疲乱 那当然也会拖累影响到 全世界复苏的步调 所以说根据全球最大的 政治风险咨询公司 欧亚集团的预测 在今年全球面临的最大风险 首要风险就是 中国经济无法复苏 这个就直接破题告诉大家 今年如果你在投资规划上面 最要小心的就是中国经济的变化 我们再看一下 中国预计在今年的7月份开始 要实施新的公司法 这个公司法最大的变革内容 就是要求 注册公司的资本额要在五年之内使缴 也就是说过去很多公司 他申请成立了 拿到了牌照之后 他会有一个登记注册的资本额 这个数据跟他的一个实际上的 使缴的资本额中间 可能会有一个落差 也就是说你可以最多 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资本额的额度 现在一宣布这个 你必须在五年之内 就是你要缴足 你当初所申请注册的资本额度的时候 结果发现近期在中国掀请 一片疯狂的减资潮 比方说你看 有些公司注册资本额 从4800万人民币 直接减到3万元人民币 差太多 所以其实最近中国的很多 大大小小的工厂都陆续关闭 尤其是小工厂 本来加速就很多 像广州就有1800多家工厂 就因为陆续关闭之后 工人没有脸返乡 就可能直接入宿街头 甚至有些皮箱扛着 就到越南去打工了 另外最近因为A股下跌 券上的业绩当然不好 结果东兴证券就宣布说 他们要实施反向讨薪 意思就是说 公司如果营运绩效不好的时候 你可以去跟员工去追索 过去所发的一些绩效 享金收入 要员工缴回 以前如果你说 在中国的一些大型企业 有这种反向讨薪 其实并不特别奇怪 但是他们主要是针对 比如说董监事或高层的主管 你要扩大到整体的员工 这个就很奇怪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在招商银行 2022年的时候 就曾经向2800多名员工 追讨了一些绩效的奖金 你想 其实现在中国 面临要农历春节了 又是失业 然后又是要被追讨奖金 更不要想说 还有没有什么年终奖金可领了 还要再请教薇良 在去年让很多投资人 都达食所望的陆股 感觉今年2024开年 好像表现依旧是不太好 而且被日股给超车了 那么日股重登亚洲市值的第一大 会不会像小模所预测的 小模认为说这个陆股 会跌入所谓价值陷阱 就是说在今年会走到尽头 真的表现会那么差吗 好 那陆股的市值 在2020年7月时候超过日本 睽違了三年多之后 现在又被日本 多回雅谷市值龙头王的宝座 我觉得观察入股 除了政策 除了经济之外 还要多留意资金的流向 因为这是很实际 股市是资金堆砌出来的 我们可以看到 互股通每年的资金流入 黑色的部分就是2021年 再来陆续包括像2019 2020年 其实每年都可以看到 基本上都是净流入 但直到2023年 就红色交易线特别重要 8月份这个地方 就是碧桂園爆雷之后 资金开始大量流出 未来如果说资金持续流出的话 入股一定会有压力 我认为当很多人 长期投资入股 不管单笔定期应该 觉得都说 因为它的位阶很低 平价很低 是的 的确 如果以股价净值比来说 现在入股大概只有1.22倍 是历年来最低 比金融海啸 比COVID-19的时候 还要来更低 可是要小心就是 摩根大通提醒大家的 入股的价值陷阱 就评价低 未接低 但是你不一定涨得上去 所以你千万不要 因为一个市场 只是因为跌升了 就想要不断的买进 那最重要还是能够 要重拾它的成长动能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关心 美国批准比特币的ETF上市了 接下来会不会影响到黄金 包括黄金ETF的地位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关心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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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